離限職 柯文哲帶隊去沖繩用優卡感應付款 讓優卡版圖跨出台灣走近沖繩 但有議員爆出有優卡公司員工 信騷琉球銀行的女職員 他們有一個先行團 結果去到那邊發生了 這個優卡公司的男職員涉嫌疑似性騷擾 林越鳳指控優卡公司去年11月市長 柯文哲到日本沖繩行銷優卡之前 有個先行團 其中一名男員工傳房號照 給日本沖繩琉球銀行的女職員 儘管男員工事後馬上收回照片並稱傳錯了 但對方覺得被騷擾向公司告知 優卡公司也立即召開信品會 並沒有所謂的很私密的照片 而確實是如議員所講的 好像是提供了一個房間號碼的一個照片 當時的信品調查的結果 並沒有辦法直接的有很強烈的證據 說他確實是有騷擾 誤解了他這樣子的行為不是騷擾嗎 難道騷擾的定義只有肢體的騷擾嗎 事發之後優卡公司有召開信品會懲處 當時人被借兩支申戒調離限職 只是卻沒跟北市府通報 這都是公司內部的事情 那麼當然當時府集是並不知情的 優卡公司也依照相關的程序去進行處理 但是卻還是要用這樣子的影射 或者是無限昌康的方式 用這樣子的標題來做影射 那我想其實這個政治操作的感覺相當的明顯 柯文哲正營出面回擊認為這是政治操作 只是誰也沒料到優卡公司跨海談合作 最後卻傳出鬧出性騷擾爭議 三天新聞顧遠松 黃正傑 台北參謀報導